2015年7月 金砖银行在上海正式营业 近两个月过去 金砖银行的组建工作进展如何 在夏季达沃斯论坛期间 金砖银行副行长马斯多普接受了财新记者的专访 我们认为在三个月之后 我们会在预备的预备 去看更具体的专业的专业 我们在2016年的专业 在2016年我们将第一个专业的专业 会有一个专业的专业 可能会有某种程度 我所指导的专业是 这些专业的专业的专业 会不会有一个专业的专业 的专业的专业 备受瞩目的亚投行也将在年内正式成立 马斯多普也谈及了金砖银行与亚投行的关系 我们在那时有很多次见到 他当时的专业的专业 他现在是专业的专业 我们将专业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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专专业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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因为第一 我们在同时的专业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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我们有专业的专业 我们的地区 所谓的专业专业 我们都在五个国家 他们的专业比较大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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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他们的专业比较大